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 人生四境界 怒时不言 恼时不争 爱时不丧 乱时不绝 金庸先生说 情深不受 意思是说 放纵情绪 等于是在消耗自己的生命 每个人都有七情六欲 如果不加控制 你的愤怒 恼恨 委屈 焦虑 就会自生出更多的负面能量 吞噬你的正能量 让你丧失理智 输掉人生 真正的聪明人 往往能够管理好自己的情绪 做到怒时不言 恼时不争 败时不丧 乱时不绝 佐飞安日传中说 怒时之言多失理 喜时之言多失信 意思是说 当你在发怒的时候 说出口的那多是不得体的气话 但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一不小心你的气话 就会成为一把锋利的刀 刺痛你在乎的人 所以呢 不妨给自己三分钟的冷静时间 整理好自己的思绪 三思而后行 吕氏春秋中 记载了一个经典的故事 孔子和门下弟子周游列国时 有次好几天没有吃饭了 每个人都饿到极点 盐回好不容易找到一些米 可是在饭快熟的时候 孔子竟然看见他在偷吃 孔子很生气 但却装作没看见 默默地离开了 等盐回将饭端给孔子吃 孔子说 我想把这些米饭先拿来祭祀祖先 盐回连声拒绝 刚刚做饭时 房梁上掉了一些灰在里面 我觉得扔掉可惜 所以我就吃掉了 不能用来祭祀 我们在生气时 容易片面思考 但如果口出怒言 事后只会悔恨不已 如果控制自己的情绪太难 不如退一步 像孔子一样 别说话 林宇棠说 生气时少说一句 比多说一句好 有一个人不说 那就更好了 不说不是冷暴力 也不是逃避问题 而是用沉默抵制脾气 让自己冷静下来 怒时不言 时间会还给你清醒的头脑 你才能正视和还原事情的全部 不伤人伤己 梁石秋说 血气沸腾之际 理智不太清醒 言行容易愚愤 愚人愚己都不宜 我们在生活中 也可能碰到那些冒犯自己的人 然后就耿耿于怀 大动肝火 甚至一定要争个头破血流 才肯罢休 到最后往往是得不偿失 《水浒传》中 杨智被高太帅赶出府后 身无常物 只好当街叫卖自己的祖传宝刀 谁知恶霸牛二故意耍赖 对他百般刁难 一心想要抢夺 杨智本可以置之不理 卖完刀转身就走便是了 但他在一时恼怒之下偏偏要争上一口气 火从心上起怒向胆鞭声 举刀杀了牛二 于是呢 自己也吃了劳饭 被发配充军 而一代名将韩信 也是被泼皮无赖当众挑衅 却能忍下胯下之辱 不作义气之争 最终名流轻实 李语堂曾写道 不争乃大争 不争乃天下人 与之不争 心宽一寸 路宽一丈 做人赢在收敛 输在脾气 从次高的人 往往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 不被一时的恼怒蒙蔽 时刻保持清醒 不作一时的无畏之争 不让自己越陷越深 当你恼怒时 对自己说一句 没关系 不争才是真正的大格局 听说过一个金蝉定律 有一种蝉 要先在地下暗无天日的生活 17年 忍受暗无天日的孤独和等待 靠着树根的枝叶 慢慢长大 然后在夏天的某日 悄悄地爬到树枝 一夜之间蜕变成枝了 等到太阳升空 它就能一飞冲天 若是没有前面16年的后继薄发 和积极忍耐 我们永远也看不到 它石破天经的逆袭 《易经》中说 取成万物而不移 天地万物都是迂回曲折的 人生也是如此 世间少有一蹴而就的成功 失败和挫折才是常态 有时候拼尽全力 结果还是不尽如人意 但请你一定不要灰心丧气 只有耐得住眼前的寂寞 才等得到未来的繁华 就像是农夫撒下种子 从春耕夏云到秋收冬藏 期间有可能会碰到旱灾洪涝 但只有积极应对 你才能收获硕果累累 别被一时的失败蒙蔽双眼 那些站在山巅的人 无一不是经过了日积月累的付出努力 挺过了无数的失败困苦 才收到了后继勃发的惊喜 论语中说 事缓则缘 事急则乱 凡事缓一缓 不肆意妄为 不胡乱决定 还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 倘若心乱时不分青红皂白 一味的意气用事 很容易做出让自己遗憾后悔的决定 曾看过一个挂在树上的茶壶的故事 有一个人偶然间得到了一把珍贵的紫砂壶 因为怕被偷甚至睡觉时 也要放在床头 一天夜里 他失手将紫砂壶的盖子打翻在地 惊醒后既心疼又恼火 认为盖子肯定碎了 一把将茶壶扔出了窗外 谁知 四日起床看到盖子完好无损地 吊在棉鞋上 他欲哭无泪 向着被扔出窗的茶壶 气得把盖子摔了一个粉碎 却在出门时抬眼就看见茶壶好好的挂在树枝上 事事难料 老天爷给了他两次挽回的机会 却因意气用事失去了心爱的茶壶 有句话说得好 心服气躁者一事无成 沉着冷静者摆服自己 凡事静之撕之再做之 心烦意乱时不轻易做决定 是一种理智也是一种格局 遇到问题心绪不宁时 不妨把事情晾一晾 把愤怒的心收一收 或许当你平静释怀时 事情已经有了圆满结局 理记中说 喜怒哀惧爱物欲欺者 服学而能 情绪是本能 有好有坏 但管不好自己坏情绪的人 很难有倡议的人生 因为你所有的坏情绪 最后都要自己买单 一个人只有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和心态 而不是被情绪所奴役 你的好运才会慢慢降临 愿你有怒时不言的修养 恼时不争的智慧 拜时不丧的达官 乱时不绝的理智 主导生活 赢得人生